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Jennifer 最近中共官媒 人民日报 新华网 央视网 光明日报 中国军网 环球网等集中转发了一篇题为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 正在进行的自媒体文章 舆论惊呼 这是新时期的第一张大字报 引起网民担心 文革就要来了 该文章指 中共官方在娱乐圈 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整治行动 是一场深刻变革 或深刻的革命 据查证 题为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 最初是由微信公众号 李光满冰点视频发表 并迅速得到了众多官媒转发 文章从官方整治饭圈 处罚艺人正爽偷逃税 下架封杀赵薇和高晓松 谈到蚂蚁上市被叫停 阿里被罚182亿元和滴滴被查 中央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等 称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从经济领域 金融领域 文化领域 到政治领域 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 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 向人民群众的回归 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 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 但文还号召治理一切文化乱象 打击资本市场上 大资本操纵等乱象 治理教育乱象 高逢架等等 这几天 中国著名演员赵薇 知名音乐制作人高晓松也遭封杀 他们与阿里巴巴董事长 马云的关系 也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据报道 赵薇已经被软禁 高晓松已从阿里离职 高晓松除了音乐人的身份 同时还是网络大V 隶属于社科院的中国历史研究院 发长文批判高晓松移花揭幕 断章取义 制造和传播谣言 用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历史文化 文章还列出高晓松七大罪状 包括洗白历史人物何毅卿 蒋介石 称其为坚定的抗日派 否认蒋介石消极抗日与积极剿共 说918事变因张学良而起 否定西安事变的正义性 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 诋毁历史人物郑成功为大倭寇 热心歌颂美国 吹捧印度 攻击 诬陷解放军等 旅美学人张天亮表示 高晓松其实是在试图还原历史真相 高晓松讲的东西 在海外信息自由流动的地方都是常识 近日随着赵薇 高晓松 吴亦凡 郑爽等所谓的劣迹艺人相继被封杀 中共文化和旅游部也下达文件指出 绝不为违法违规 适得示范人员提供舞台 将建立道德评议机制 时刻敦促文艺工作者做到得意兼修 文件指出 要学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对文艺工作的系列论述 称要建立道德评议制 下达的文件要求加强道德建设 包括建立建权道德评议机制 要把道德评议纳入考核体系 将评议结果与业务考核 指称评审 直级晋升等挂钩 时刻督促提醒文艺工作者 禁卫纪律规矩 严守道德底线 张天亮评论说 所谓的道德考评 就是共产党定义的道德 爱党 爱习近平是第一位的 就像文革样板系一人 打击马云 打击赵薇 打击教育产业都是连在一块的 并不是孤立事件 观众或者好奇要问 这个写第一张大字报的李光满 到底是何方神仙呢 根据公开资料 李光满原为华中电力报总编辑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在微博上名为 胡军影者李光满 粉丝不足一千人 李光满曾发表过 张文宏的与病毒和谐共守论 是投降主义 必须坚决反对 美国军机降落台湾 中国解放台湾的日子不远了 大资本集团在中国的狂欢该结束了 等博文 被网民称为极左分子 李光满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一文受到官方热捧 但也引发了网民的担忧 在知乎上 有用户指出 他的言论有点煽动性 中国不能被这样文革式的人煽动 有点危险 现在权力正试图扮演上帝 自以为可以努力安排好一切 忘了他的敌人是信息不对称 错误信息下 好心办坏事更让人无语 结果是理想很丰满 实际却是公牛闯进瓷器店 这里还没弄好 那边却砸掉整个行业 在微博上 网友感叹 这就是当年文革标志性的516通知 快进到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了 杀气腾腾 看后几倍凉透了 感觉这个新时代的平行编历史剧开始了 有人写道 看完了 红色回归 英雄回归 血腥回归 这时想打仗却炮灰了吧 就问家里有杨刚儿子的怕不怕 还有人想到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所以老胡都说 自己吓得要尿裤子了 胡锡进8月26日在微博上曾调侃到 想想自己这些年说过多少不严谨的话 想想每次台上发言时 台下有多少人举着手机录拍 下一个射死的会不会就轮到老胡我了 想着想着我就瑟瑟发抖起来 师傅 厕所在哪 我憋不住要尿裤子了 引发网友的嘲笑 就中共整治商界和娱乐圈的运动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点评说 这是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 中共当局领导人试图转移焦点 巩固统治路线的做法 中共有一个特点 每当体制和党的主要领导人 面临绝境的时候 一定要发动政治运动 蔡霞说 他仿佛看到了1960年大的历史正在重演 但与毛泽东不同的是 中共领导人这次不仅将权力紧紧抓在手上 还不再用阶级斗争为纲领 反而用了新的名词 以人民之名 不过观察人士注意到 官方媒体看来在见 变革习文敲响警钟的同时 并不想引发社会过度恐慌 似乎是在试水阶段 李光满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一文在最后一段中还写道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万军雷霆正在滚供而来 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开始 不仅资本圈 也不仅娱乐圈 而是整个社会都在经受着 这场暴风雨的犀利 这些更刺激的话 在各大官媒的转载中均被剔除 万维评论人余乔子认为 其实李光满大字报的出笼 是有政治背景的 被各大官媒转发 肯定也是代表了中共最高层的意志 这是目前中国社会走向 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反过来说 李光满充满文革气息的文章风格 给大家提个醒也好 好让民众对进入新时代 有个清醒的认识 这和批判方方 张文宏等一样 都有明显的政治风向标意义 于乔子指出 规范娱乐界文化圈的乱象 确实很有必要 但不能搞人质那一套 必须依法管理 更不能借此打压思想 否定西方优秀文化 而如果以此为开端 挑起新的文化大革命 则将对民族和国家 就是一场灾难 于乔子表示 至于打击权贵利益集团 阻击权贵资本早就应该做了 贫富悬殊 是古今中外社会的乱源 也是政府治理的大忌 过去官方整天拿人均来忽悠民众 掩盖富者有敌国之士 凭着武力追之地的社会贫富分化 也应该停止了 不过于乔子认为 这种经济秩序的整顿 更应该从调整权利与资本 权利与民心思通的制度入手 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 让社会经济发展更公平 更公正 更能调动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 一定要治本 而不是养猪杀猪式的靠运动来均贫富 于乔子最后强调 打击这些不公不义的社会富强 进一步要从权利部门做起 权利其实是一切豪强的总后台 制度更是豪强虐夺社会的总后台 因此 打击利益集团一定要找准着力点 而不能只找几个资本家和明星来弄钱 更不能拿污名化私有制来说事 而是应该再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 不然 所谓让人民成为资本主体 市场主体的愿景 只能是原目求雨 最终只能成为忽悠一下傻叉们的豪言壮语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追击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